好也是跟人物相关的消息 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要带你来关心了 首先来关心的是许美凤的最新动态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他呢 其实啊是跟这起事件相关 当然啊他不是受害者之一 不过他说这些人有比我更黑暗过吗 有经历过这么黑暗的时候吗 其实针对李宗睿的偷拍光碟案余波荡漾啊 当时受害的人很多 不过整起事件好像是已经被媒体淡忘 不过呢11年前呢 许美凤我们也知道他遭到了偷拍 他走过了十年低潮 他说啊人生原本他是一路顺风 不过遭遇到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说对他的人生带来很大很大的转折 他强调自己现在已经放下了仇恨跟怨对 他也鼓励所有的人 他说有谁比他更黑暗 谁的人生会比他更黑暗 没有走不过去的 他用这些来鼓励所有的人